工人不慎掉剑泡菜缸里 被烟一百年后重见天日 身体容貌仅都毫发无损 只是身上的味道太酸爽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讲一个一百年前的人 在现代走向人生巅峰的故事 大胡是一个勤劳的犹太人 自从和妻子来到美国后 两人便一直努力工作 希望能在这里安家落户 终于在二人不懈的努力下 他们攒的钱能卖下一块墓地了 可好景不长 一天在泡菜场从事打老鼠工作的大胡 被一拳老鼠包围 脚下踩空直接掉进了泡菜缸里 两个工人顺手将盖子封死 工厂也被查封了 谁也没有发现掉进去的大胡 一时间人去镂空 时间飞逝就这样一百年过去了 两个孩子的一次探险之旅 无意间将大胡放了出来 时隔一百年新鲜出炉的大胡表示 我是谁我在难我在干什么 直到医生告诉他 他的曾孙子亚当还在认识 大胡这才重新恢复了火力 虽说是爷爷和曾孙的关系 但这点明明就是一模一样好吗 绝对是反足了 大胡跟着亚当回到住所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当年斜斜念念的鸡水 没想到是在一百年后喝上了 有个曾孙子也还是不做的嘛 两人翻看着相册 大胡看着家族里的成员照片 心里非常感伤 如今就剩他和亚当两个人相依为命了 于是第二天 大胡来到墓园打算祭奠试着 可到墓园一看 四周一片荒凉破败 妻子的墓碑上方还立着一块广告牌 大胡气急败坏地想要拆掉牌子 可亚当说 需要二十万美金才能买下他的所有权 恰巧这是工人来换广告 大胡上前喝释对方撤掉广告牌 不然的话就要动粗 显然对方没将他的话当回事 于是大胡出手了 三下五除二 成功地将自己和亚当弄见了警察局 在亚当交了大哥保释金后 两人才被放出来回了家 一回来 大胡就问亚当有没有二十万美金 可亚当哪里有那么多钱 只能寄希望于买掉这些年研发的一款软件 在大胡的激情鼓励下 亚当终于下定决心联系买家 可因为两人打架闹市 上了热搜后 对方就取消了投资收购计划 亚当的心血和希望都破灭了 这让他开始对大胡产生了怨恨 亚当回到家 两人就爆发了家庭矛盾 他觉得大胡就是个麻烦精 大胡子觉得亚当干啥啥不行 胆小第一名 最后还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这下俩人彻底决裂 大胡发誓 不用亚当自己就能搞定 让他走着瞧 可这个一百年前的人能做什么呢 当然是他的老本行泡菜啊 没钱超市买不了怎么办 开局全靠捡 没事翻完垃圾箱 黄瓜和盐这不就有了 再捡个小车 锅碗瓢盆也不能少 万事俱备 大胡利用这些二手工具 开始了腌黄瓜大爷 连老天爷爷也很给面的下起了雨 大胡盘古法腌制酸黄瓜正式出炉 第一天摆摊 大胡就遇见两个网红 两人不仅瞬间被泡菜征服 还顺带打了一波广告 没想到大胡这下成了网红 到处都能看到大胡的影子 大胡还放话说 亚当就是个憨皮 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下巧亚当在车上看见了大胡的宣言 心想 如果大胡成功了 肯定会回来羞辱自己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直接向卫生局举报大胡下黑手 果然 第二天大胡的摊味就被封了 还要缴纳大额罚款 大胡还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 但他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他从两个网红那里得知 只要扩大生产 符合规定就能继续卖泡菜 于是乎 他找了一大批实习生 开始再次制作烟黄瓜 大胡牌古法胭制酸黄瓜 再次成效街头 而且规模不可同日而喻 很快大胡就攒齐了购买广告牌的钱 直接大扫除 将广告牌砍倒 大胡做到了 百年前的老古董 在现代走向人生巅峰 大胡带着战利品回到亚当的家 一番互相嘲讽之后 亚当再次对自己的曾爷爷下黑手了 忽悠大胡在推特上发表惊人的言论 这样才承认大胡是真的厉害 大胡果然中招 一百年前的思想放到现在 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 但同时也收获到了一批支持者 在媒体舆论的操作下 大胡的名声已经在美国家喻户销 甚至专门举办了辩论大会 在辩论会现场 大胡独特的观点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到了观众提问环节 亚当却提了一个将大胡支支死地的问题 关于宗教其他问题 大胡的回答直接让群众炸了锅 美国政府决定将大胡遣返回他的出生地 可大胡无论如何也不想回去 他找到亚当 希望对方帮助他偷渡到加拿大 看到大胡落魄变成了过街老鼠 亚当并没有感到太开心 可是到如今亚当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两人来到边境 需要穿过丛林才能到达加拿大 路上亚当不小心摔倒了 大胡立马撕下衣服帮他包扎 夜晚寒冷 大胡也用身体帮他取暖 亚当终于扛不过内心的谴责 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没想到 愤怒的大胡直接一拳打晕了亚当 剃掉胡子 伪装成亚当回到美国 而真正的亚当 却被当成大胡 被遣返回村子 独在异象的亚当无处安顿 只能在教堂里凑合一个晚上 此时教堂里正在举行一场告别仪式 神父们邀请亚当一起参与 因为仪式需要凑齐十个犹太人 亚当答应了 跟着众人一起祷告 此时亚当终于感受到了亲情的客贵 而大胡也出现在他身后 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这唯一的亲人 大胡带着亚当来到一处池塘边 两个年纪跨世纪的人终于和解了 两人决定今后一起干 将烟泡菜生意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好了 今天的故事结束了 看完电影阿丹想说 如果能蹦出个会赚钱的老祖宗的话 请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阿丹面前 关注阿丹 下期不见不散哦